台北好好拆 台北好好砍 现在也是台北好好花 很会花 他们准备要花500万盖个西门的甲骨鸡 可是呢 我们过去的台北城 建成130年的台北城 有三分之一的城墙史就在华光这里面 他们却刻意的去墨市 想要谴责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刘维公 他在这个文字保存方面 他没有作为 早至于法务部可以进行的强拆 把我们华光客区的这些珍贵的百年的历史土地 把它破坏成这样子 那这件事不只是文化局不作为而已 独发局在这里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计划局的问题 这就是前几天刚公布的 谷光社区的特定专用区西部计划变更案 我们看到第一个主要脚这边 这个是中生经典堂 中生经典堂 这几万特定区它划定了一块区域 就是说这块区域以后所有的 钙的量体什么 量体它的高度它的立面 都要配合中生经典堂的高度去做设计 但是刚刚刚有提到 我们这个中生经典堂它只过30年的古迹而已 那为什么 谷光特区的西部计划变更案它可以逐后这个30年的假古迹 但是我们台北行务所的围墙它有一百一几年的历史了 但是我们的独发局它们做了什么 独发局它只说我们这个围墙 我们只要做一个周边的缓冲地带就好了 我们要问独发局跟文化局 请问那就是你们对待我们台北市政会的一百一几年的古迹的态度吗 那我要呼吁一下郝龙斌 你可以忘记你自己是谁 你可以去数点忘组 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人是不答应的 所以今天保护华光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华光的这个文化一直能够去受到重视 最重要的是我们台湾人不忘根不忘本 我们不要去忘记了过去的这一页的历史 曾经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各位看到前面的这一个图 那我这个图里面的就是中正纪念堂 这是以前台北监狱 这个台北监狱里面不知道关了多少的抗日制式 不知道有多少的抗日劣势在这个城墙里面牺牲 然后这样的一个古迹 我觉得保留下来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它重现了历史 我们知道所有的古迹就是会讲故事 如果这些能够讲故事的古迹都摧毁掉了 就没有故事可以讲了 人们也会遗忘掉这些 人没有历史 不是一个点是没有利益的 一路之隔 在我们台北台北城建成130年 连这个领委都不到的中正纪念堂是一个特定区 但是隔着这条路过来这边所有的这个华光社区的这些古迹呢 完全都默示那这个城墙只是 就整个台北行务所这个遗址台北市府的这些文资 只愿意承认说它只是这个建材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献摊 我们必须要强烈的去跟主持委员去诉求这个部分 黑墙朝廷 南墙喷青 南墙喷青 狮子百烂十六年 狮子百烂十六年